好,那麼您進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先從這個Active Prender開始 那麼您先把我們的Active Prender 你可以選擇用免安裝的版本 或者是您想要用安裝的也可以 比如說您在這邊用安裝的 那因為安裝版本它本身就只有什麼 就只有簡體的語系而已 只有簡體語系 那這是一個方式 如果您用的是免安裝的版本 我剛有提過 你直接解壓出字詞就好了 這樣也是OK 好,那我先把簡體的部分我先打開 好,進來之後怎麼切換語系 從左上角這裡 它有一個Preference 參數設置 進來在右上角這邊就有語系 有沒有看到中文簡體 對,香港的跟我們不合 所以這邊直接簡體就好了 我記得香港也是繁體 只是你用完之後呢 你要重新啟動一下這個軟體 只是他們的語系 還是跟我們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先選擇 如果你用安裝的版本 就麻煩你用簡體的部分 好,這裡 OK,這樣就有了 那如果您用的是我們這個免安裝版本 打開之後呢 您直接用這個 資金檔都一樣 圖長的一樣 點開 好,到這邊 參數 您確認一下 好,這裡有沒有多一個中文 多一個中文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確定 這樣有沒有覺得看得比較習慣一點 好,這樣就沒有簡體的問題 所以您如果簡體看得懂 那其實也沒關係 也是都可以的 好,那您打開這個軟體之後呢 這裡呢會有幾個部分 在這邊 你看它上面這裡 有沒有覺得跟Office的其實還蠻接近的 對不對 那我們主要呢會有幾個 一個是直接 錄螢幕上的畫面 另外一個就是說 欸,我就開一個空白的 都可以 好,都可以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您是要 就是假設 直接就開始是要做陸式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選擇這個 新建補貨這個部分 好,新建補貨這個部分 它就會問你 欸,請問 你的專案檔 就是你現在建的這個專案檔工程 叫做什麼名字 它要保留在哪裡 好,那當然 如果您覺得 這個地方 我的文件夾裡面 比較不好找 你就放在桌面上 那些都OK 這些都可以 好,看一下 點開 我就選好 比如說我的桌面 建議各位 最好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會比較好 那我這個就是 好,OK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儲存 好 那現在呢 我要把它確定 這個時候 它就開始問你 欸,請問你要錄多大的 有沒有 好,錄多大的 它本身就具有什麼 錄影的功能 跟螢幕截取的功能 好,錄影跟螢幕截取 當然如果你想要錄製生命的話 您這個地方 記得 這邊 有需要再把它勾起來 那原則上 預設都是錄全螢幕 預設錄全螢幕 如果 您 欸,我想要怎麼樣 自己定義 欸,我只要鎖定某一個應用程式 比如說我現在用這個軟體 或這個軟體 好,這個視窗 它視窗大小 有沒有發現會自動跟這個一樣大 外面有一個這個綠色的框框 對不對 你就可以調整你自己要錄的範圍 好,那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是八百六百嘛 好,八百六百 那請問你到底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錄的螢幕解析度 您覺得錄多少比較好 越高越好 是一種方法 但是其實這邊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您打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幾個比較常見的解析度 對不對 這邊有幾個比較常見的解析度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在教學上錄影 原則上至少你錄到720 或者1080 就是這個尺寸 應該就夠了 因為這都是HD的 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 應該都已經夠大了 當然你錄的尺寸越大 檔案是一定會大一點 這是沒有話講的 那所以大致上這樣 當然如果你的螢幕 可能還是在傳統的那個 比較四四方塊的4比3的 也可以考慮錄1024768 這也是一個方式 或者說我只要說 指定某一個範圍就好了 也OK 大致上至少800 600以上 這樣應該是比較好一點點 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就可以自行指定 那好了之後 我再確定 這個時候他就開始倒數了 有沒有看到停止的快速鍵 是Ctrl加End 那這個時候呢 您的螢幕上的操作 他就幫你錄下來 哇 但是萬一忘記剛剛的快速鍵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這一顆 或者他如果萬一 已經縮到裡面來了 你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了 你可以隨時暫停停止 或丟氣重新再來 假設我就把它停止 停止了之後 你進到這裡面來 好像就有點熟悉了 你看我增加一個 增加兩個 有沒有覺得 這邊好像好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是不是像泡沫一樣 對 所以您要調整 所謂的影片的順序 錄的順序啦 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你看這樣跳有沒有 那您進來 記得齁 如果您進到這個軟體之後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這個小圖示 這個就自動縮換 因為我現在百分之百的話 我螢幕因為比較小 幾次數比較小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的會有水平跟垂直的卷軸 這樣要看是不是 比較不容易看 那我把它按一下 您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自動縮放 對不對 就是它會隨著我們的 可視的範圍多大 它就自動縮放 所以您剛剛錄影的這個內容 就在這個裡面 你也可以隨時自己播放看看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錄影不難 難的是什麼 怎麼去操縱它 然後用到您的那個教學上面去 不管是教材 或者是教學上 都是OK的 這樣您有沒有對於我們這個 Edipendent 先有一個基本概念了 先有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請您呢 先試看看 把這個軟體 先把它解壓縮 或者你用安裝的 都沒有關係 記得 如果是這個按右鍵解壓縮 再說這時就好了 那語氣的切換 就在左上下下邊 好 來 還給您